快來啦,快去敲一敲一敲 快來啦,快去敲一敲 快來啦,快來啦 快大家快一起來,來到敲一敲一敲 在這個世界裡面,有許多的快樂 一去遊戲,敲一敲一敲,就像快樂天池 多少美好 狂乱时光 竟在七桥板 在七桥板 开门了 七桥板 亲子总动员 宝贝乐翻天 2016年七桥板健康宝宝大笔篇开始了 近300名 6到48个月龄的宝宝 欢聚在七桥板的舞台上 他们将通过不同月龄的游戏活动 展示自己的健康和可爱 谁是最具活力的宝贝 谁又能获得健康宝宝的称号呢 最好玩的游戏 最全美的解读 竟在2016年七桥板健康宝宝大笔篇 大家好 亲子总动员 宝贝乐翻天 欢迎收看七桥板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笔篇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今天将会有24位宝贝来到我们游戏的现场 他们是10到12个月月龄的宝宝 进入到这个月龄段呢 宝宝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比如说突然抬腿开始卖栏杆了 忽然呢 站起来开始急走几步 并且呢 很喜欢模仿大人的语言和动作 语言和动作的结合性也更高了 那么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在我们今天游戏的现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欢迎我们的熊猫队登场 欢迎你们 哇 可爱的小熊猫们 接下来欢迎清凉的西瓜队 你们好 欢迎我们的小象宝宝你们好 最后上场的是我们家的小鹿队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好 我们24位可爱的宝宝都已经闪亮登场了 我们将分两个月龄段分别进行今天的游戏 难以成立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们还专门设立了专家席 每个环节的游戏过后呢 根据宝宝们的表现 专家将会进行专业的点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专家 有请贺斌 我身边这位呢 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育儿专家 他就是中科院心理所 儿童专业客座教授 王明基博士 欢迎王博士 谢谢 大家好 那么今天参加我们所有游戏活动的呢 是10到12个月月龄宝宝 那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来说 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月龄阶段的宝宝来说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关注 他的动作的发展 我们既要关注宝宝粗大动作的发展 也要关注宝宝精细动作的发展 所谓粗大动作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番六座八爬 这种属于粗大动作 所谓精细动作呢 主要跟手有关系 我们的手眼的协调 手脚的协调 包括手指之间的相互的灵活配合 都是我们在这个时期 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好的 那我们了解了十到十二个月宝宝的特点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的游戏活动就要围绕他们这个月龄段开展了 对 我们来看看我们宝宝们的表现怎么样 好的 好 好我们现场的二十四位宝贝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游戏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进行十到十一个月月龄段宝宝的游戏大笔篇 那么进入到这个年龄段的宝宝 他们是谁 在海选当中有怎样的表现呢 一起来看一看 跟着爸爸妈妈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乐容儿童之家 马上要进行的海选活动是十至十一个月的宝宝 看 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们要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是我们这个月龄经常玩的乘风破浪游戏 看来宝宝们对这个游戏都非常感兴趣 看 有的跟小伙伴打招呼 有的坐在那儿研究彩球布 哦 这个小宝宝爬得真好啊 最后有哪些宝宝能够通过我们的海选呢 好 首先上场的是熊猫队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们好 六只可爱的小熊猫 好 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场地已经变成了彩虹地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 宝宝从妈妈这边出发 爸爸呢在这边负责用小玩具进行牵引 妈妈和爸爸要共同的抖动起来面前的这个彩虹布 宝宝要在这边呢 往返爬 规定时间内呢 哪位宝宝往返的次数多 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游戏当中了 好 六位小熊猫做好准备 游戏马上开始 各球各位 预备 小熊猫们出发了 加油 加油 哎呦别说宝贝们了 我看着呀都眼晕了 五号小熊猫你太棒了 你不愧是熊猫对的 跟着爸爸的熊猫往前爬 但是眼睛呢 却在跟着我们六号爸爸跑 千万不要偏掉 一号熊猫宝宝也非常的棒 他对爸爸拿的小汽车太感兴趣了 这么抖动都没有干扰他 好 一号宝宝开始折反 我忽然觉得谁在摸我的脚脖子呢 原来是六号熊猫 加油 这个游戏是训练的宝宝眼睛和物体之间的距离感和空间感 加油 一号小熊猫已经开始折反了 慢慢通通的又回到了抖动的彩虹布上 四号小熊猫还没有开始 好 我们的五号小熊猫已经开始 快回来了 加油 一号小熊猫真不容易 S型的路线 加油 好 一号小熊猫已经完成了一个往反 二号小熊猫 三号小熊猫一起背一个小空瓶吸引 看看他们谁最先能够拿到 二号小熊猫也回来了 三号小熊猫紧随其后 五号小熊猫被另外的一位爸爸拿出的这个玩具吸引住了 宝宝你的熊猫在跟你打招呼呢 不要打扰我 又来了一只小熊猫 他看上了我们五号小熊猫的这个熊猫玩具 哇 一号小熊猫 你怎么从一号道跑到我们五号道来了呢 好 倒计时马上开始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哎呦 我觉得这个彩虹布啊在我面前一走 真的有那种晕车的感觉 看来我们熊猫宝宝抗肝染能力还是很强的 好啦 这个月灵段的熊猫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游戏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组宝宝的表现吧 好 十到十一个月月灵组的第二组薄皮沙嚷的西瓜宝宝当场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你们 看一看餐在游戏当中是如何表现的 预备 开始 爸爸用于吸引宝宝的玩具呢也很重要 我们看哪家带来了不同的 比如说六号西瓜宝宝他们家呢带来了一个蛋糕的壳 但是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西瓜宝宝是被我吸引住了 一号宝宝你的汽车呢 其实在这个环节当中啊爸爸妈妈应该用一下意向思维 用一个他平时没有见过的玩具可能效果会更好 好现在是六号宝宝的速度最快 爸爸发现平时呢一见到就使劲爬的玩具在我们现场好像都失灵了 三号宝宝四号宝宝加油 五号宝宝好像你的方向反了 一号宝宝加油了 我们看到现在呢就开始折返的就是我们的六号宝宝 二号三号四号宝宝他们呢速度差不多 现在五号宝宝开始奋起反追 一号宝宝加油了 还差一点就到爸爸那儿去了 六号宝宝完成了第一个王板 二号三号四号就像约好了一样 他们都停留在差不多的位置 好五号宝宝加油了 五号宝宝加油了 三号和四号西瓜宝宝真的像两颗西瓜一样 蹲在那里再也不肯动了 你好 请问你的奶嘴好吃吗 能不能借我尝一尝呢 五号宝宝和六号宝宝玩了一会儿 好 我们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那么我们这个月灵段宝宝的第一轮游戏就结束了 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呢 我们听一听我们专家是怎样进行专业指导的 有请贺宾 好的 王博士您看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10到11个月灵宝宝的爬行游戏 对 是的 那么对于这个月灵的宝宝来说 爬已经不是问题了 大部分啊 对 大部分 孩子来讲不是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这样彩虹波浪的这么一个障碍 对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游戏活动中 宝宝的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差别很大 您发现了什么问题 首先呢我们在看到在宝宝爬行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更重要的是 除了要看到宝宝会爬不会爬 能不能完成爬的动作之外 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宝宝爬行的姿势 宝宝爬行呢其实分成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其实专业上称之为叫做滑行 有点类似于小乌龟一样 肚皮上肢全部趴着 用手和脚的力量将身体向前推 像小企鹅那种 对 就是往前滑的那种叫滑行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匍匐爬行 就是用两个前臂 就这样往前倒 但是腿其实是不太能使得上劲的 肚子呢依然是在地上拖着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四肢爬行 我们刚才看到了绝大多数的宝宝 在任务完成的时候 都是使用两个膝盖和两只小手 来完成的爬行的动作 那么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四肢爬行了 所以爬行呢一方面我们关注的是会不会爬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看孩子是在哪一种姿态来爬 好 那有的宝宝呢爬得非常好 可有的宝宝呢自始自终的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知道这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首先呢刚刚那些没有能够完成的宝宝 其实也分成两类 一类呢是属于坐在原地不愿意离开妈妈 我们说呈现了一定的怕生或者是对于陌生环境的这种畏惧 退缩 那么还有一类宝宝呢就是完全不知道退缩和畏惧为何物 就彻底的在各个不同的赛道上就开始撒花了 那么这个两类宝宝呢其实都跟他们对于陌生环境的接触是有关系的 我们还是建议爸爸妈妈呀带着宝宝多多去公园 多多去到外面接触一下大自然 使得宝宝呢对于脱离家庭之后的陌生环境能够更快的接受 好 非常好的建议 对 还有一个小细节 刚才我们都发现了就是宝宝在这个游戏活动当中呢 好像对色彩的这种喜好非常一致 是吧 对 是的 那因为呢我们不同的跑道呢使用的是不同颜色的彩色的绸布 我们看到了大多数的宝宝偏离的宝宝其实都是跑到隔壁的红色绸布上的 对 跑到红艳色的绸布上的 那这个跟宝宝的这种在颜色上的偏爱是有关系的 我们说婴幼儿在颜色选择上 他们天然喜欢那种颜色鲜艳的对五彩缤纷的颜色 比如就拿今天咱们两个人这个衣服的颜色来打个比方 如果咱们两个对同时站在宝宝面前 宝宝肯定是更喜欢你的衣服 而不是我的衣服 所以呢 黑色白色灰色都是我们的宝宝不喜欢的颜色 好 那么就是家长朋友在陪伴宝宝游戏的过程中呢 也要注意这一点 尽量用一些颜色鲜艳的玩具来够饮宝 是的 是的 好 非常好 谢谢王博士 不客气 好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直到十一个月宝宝的这个两组的游戏呢就结束了 究竟哪六位宝宝能够进入我们这个月灵段的决赛呢 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进入下一轮游戏的是 群猫队一号 群猫队二号 群猫队五号 西瓜队一号 西瓜队五号 西瓜队六号 祝贺六位宝贝 好 第一轮游戏结束之后 十到十一个月灵的宝宝进入到了第二轮游戏当中 三颗大西瓜三只小熊猫 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这样的 宝宝从妈妈那个地方出发 每次呢要拿一只小鱼爬行 穿过我们的障碍来到爸爸这边 大家看我们这个障碍呢设置的有难度 在中间的位置呢增加了横杆 为什么增加横杆呢 因为宝宝呢他已经能够站立起来了 爬着爬着可能呢他就要站起来 如果正好在这底下不小心就会磕到脑袋 我们要看一看第一次增加了这个经验之后 到下一个地方能不能成功的避开 这就是我们升级版游戏的难点所在 好 各位宝宝搁救各位 预备开始 加油 加油 看我们西瓜队的六号呢 我们现在就觉得站起来很好玩 不要放弃自己的任务 哎 只有我们熊猫队宝宝手里还有一条小鱼 一号宝宝 你的任务呢 你的小鱼呢 对 还是谁人家的玩具好玩 一号爸爸你应该在旁边的爸爸一块就换一下 好吃吗 是黄花鱼吗 还是带鱼呀 我觉得呢 我觉得呢 这个宝贝完成送鱼的任务呀可能挺难的 啊 你好 你是什么队的 我是熊猫队的 你呢 我是西瓜队的 好 我跟你一起玩吧 我认真看了一下 几乎每一位宝宝手里都没有鱼 拿到鱼的宝宝是不肯爬 好 西瓜队的第五号 我们的道具呢已经被你损坏了 我们的一号宝宝呢爬行能力很强 但是对于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不太关心 反正觉得二号宝宝加的这个玩具特别的好玩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熊猫队一号 拿着两条鱼的宝宝能不能爬了 好 西瓜队的五号现在已经成功的拆掉了三个立柱 再揪掉两个中间就可以彻底坍塌了 我们看一号西瓜宝宝特别棒啊 我们玩完了二号家里的玩具 现在开始玩三号家里的玩具 好 来 把掌声送给我们西瓜队的五号 成功的拆除了障碍 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攻坚克难的精神 遇到困难我们解决困难 熊猫队的二号已经开始折返了 好 我们看一下熊猫队的二号能不能成功的 回到妈妈这边 它碰到了一个鹿吧 西瓜队的一号宝宝太有个性了 我们从最边上的赛道 已经玩到了第五赛道 玩变了我家的玩具 我觉得我们的五号将来可以当工程师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迟到十一个月 月灵段宝宝这段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专家对于宝宝在游戏当中的表现 是如何点评的 有请贺宾 好 王博士您看 我们这个游戏真的太有意思了 是的 几乎是没有宝宝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完成任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在刚才宝宝的表现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一类是爬的 那么爬的这一类宝宝呢 在爬的过程当中 尽管能够完成这种折返 但是丢掉了手中的小鱼 我们说呢 因为刚才也谈到了 爬是一个大肌肉群的练习 手上抓着小鱼一块爬 一方面增加了爬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呢 是对手的精细动作的练习 所以呢 还是希望各位家长回去以后 多多对宝宝的手指部位的 手眼协调 手脚协调这方面 多花一些心思 那么第二类宝宝呢 是选择站的 我们看到最右边的那两位宝宝 5号 6号 5号 6号一直是牢牢地扑着那里站 我们说了 因为其实严格意义上来 我想这个月龄段的宝宝 他们的兴趣点 已经开始从爬向站立去偏移了 如果下肢力量足够的话 他们是可以做到扶的东西 可以站比较长的时间的 那么还有一类宝宝呢 我们看到了 有拆的 有拆了一趟 玩具的 对对对 他自游戏一开始 他的注意力 就一直是在那个肝的上面 他的视线在肝椅上 他想的就是 我应该怎么样去翻越这个肝 那他的下肢的力量 不足以支撑他去把着那个班 去完成一个翻爬的动作 所以呢他就想 那我能不能从下面 从下面把这个东西给破坏掉 想办法 所以拆的那些宝宝 其实也是非常聪明的 不管是爬的 站的还是拆的 搞不坏的 对 那么都体现了宝宝的动作思维的特点 那就是思维跟着动作走 当动作的目标转移了 思维也就随之发生转移了 因为他们一直的动作 要不就是专注于爬 那我的思维就在爬上 专注于站 我的思维就在站上 专注于我怎么样去跨越障碍 那我的思维就在怎么样去拆上 所以体现了动作思维的特点 好 您这一解释我们就全民了 好 谢谢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10到11个月 领宝宝的两组游戏呢 就全部结束了 究竟谁将成为健康宝宝 谁又是我们的快乐宝贝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获得健康宝贝称号的是 西瓜队1号 获得快乐宝贝称号的是 嘴猫队2号 祝福你们 今天来参加海选活动的 是乐容儿童之家的宝宝们 他们都是11至12个月的宝宝 这个月灵端的宝宝 运动发展的差异性比较大 有的已经会独立行走 有的只会爬行 11到12个月的宝宝的海选游戏 是爬或者走障碍 轮胎很轻 宝宝们开始自发玩起推轮胎的游戏 终于还是有小宝宝轻松的爬过了轮胎 也有的宝宝爬过阶梯了 真棒 哦 这个宝宝只想坐着玩一会儿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宝宝通过了海选游戏呢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11到12月灵竹宝宝的游戏大比拼了 首先上场的是小象队 欢迎他们六位小象你们好 好我们的游戏名字叫做破障碍 宝宝从妈妈的起点处出发 首先爬上三个台阶滑下小山坡 来到爸爸面前 只要爬进彩色的轮胎 那么就完成任务了 好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加油 四号小象爬得好快呀 三号也赶上了 六号也来了 一号你总爱往左拐对吗 二号 加油啊 好 三号小象已经站到山顶上了 看看他怎么下坡呢 哇 好陡的坡呀 哦 可以爬下来的 我以为会掉个身把屁股朝下呢 好 三号小象马上要完成任务了 一号小象很聪明啊 绕过障碍一样可以找爸爸 六号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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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险 好危险 六号小象呢 显然觉得下坡有点危险 停在那了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我们的二号四号六号谁还能往前跨一步 六号小象 六号小象坐了一会儿 好像准备返程了 四号小象趴在这个山顶上说爸爸爸爸你过来 好危险 二号小象笑咪咪的爬上了山顶 又笑咪咪的退了下去 一号小象一直在哭 一边哭一边爬 而且他是倒着爬 倒车 请注意 倒车 请注意 四号小象觉得下山坡太难了 算了我就在山顶上来回爬几下吧 山上的空气真好啊 看一看二号小象笑咪咪的再一次退了回去 来 笑咪咪的六号 来 四号有话要说 我听懂四号说的了 为什么要下去呢 是不是 你同意吗 同意 六号马上要下来了 你的蹲位有点重 我看你怎么下来 不下来 下来 来 来 六号第二次的滚了下去 好 好我们倒计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我们看到呢 在小象这一组呢 是三号小象 完成了任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阅龄组下一组宝宝的表现 好 接下来上场的 是这个阅龄段的小鹿队 我对他们有信心来认识一下 你们好 好 来 各位 预备 开始 五号小鹿爬得好快呀 三号小鹿直接就可以走了 二号也可以走了 三号小鹿你太棒了 他知道把屁股掉过去 一号小鹿也可以走 你看我们小鹿队就是不一样嘛 我们鹿的行动能力很强 四肢很八达 三号小鹿你是要找爸爸的 爸爸 教他 二号绕过了障碍 卖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爸爸的面前 爸爸干脆的把二号小鹿推了回去 我猜二号小鹿下次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找爸爸 五号小鹿想怎么下去 爸爸 爸爸我在这儿呢 好为难 好 三号小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彩色轮胎里 完成任务 五号小鹿 下来 我帮你下来 不能 五号小鹿也下来了 虽然是被我拷下来的 快来找爸爸 好 快看五号小鹿 找爸爸去了 差一步就成功了 选一个轮胎 好 五号小鹿也已经像小肉质一样稳稳的扎在了轮胎里 六号小鹿叼着自己的号牌 六号和四号的姿势是一样的 看看谁先下来 你过来 你不过来 我就不过去 好 下来 二号 二号 已经快下来了 爸爸呢 找爸爸 好 时间到 好 那么这个月铃蛋宝宝游戏呢就结束了 他们在这一轮游戏当中表现如何呢 一起来听专家的点评 有请贺宾 游戏呢我们看的好诸心啊 是的 对于这个月铃蛋的宝宝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 这个游戏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难的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 每一个宝宝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宝宝呢是直接在那个斜坡上 是直接出流下去的 有的宝宝呢知道把小屁股挪过来 头朝上脚朝下的这样往下慢慢的 还有的宝宝呢就直接看到了斜坡 感觉很难办 然后中途就折返了 我们还看到有几个宝宝好像已经有行走的能力了 对是的 那但是他们呢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过这个坡 而是绕道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从动作发展的角度来讲 当我们的宝宝具有了直立行走的这种能力之后 意味着它可以用更快速的方式 更省力的方式来到达它的目的地 所以一旦宝宝学会走之后 它就很少再去进行爬行的动作了 这个游戏啊 既考验了宝宝的上肢力量 又考验了宝宝的下肢力量 而且是分别来考虑的 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个是小象队的三号 那个宝宝上肢的支撑力就非常的好 所以呢 它完全不管那个斜坡的坡度 直接就是靠着上肢的力量 直接就头朝下就这样爬下去了 嗯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 在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 要努力地加强宝宝下肢力量的练习 使得宝宝呢 在学习走路的时候 能够更早更省力 但是呢 在一定程度上 会忽视宝宝上肢力量的练习 而在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游戏当中 我们就看到 其实上肢力量 对宝宝来讲 同样很重要 所以呢 希望宝宝的爸爸妈妈 在平时做亲子游戏的时候 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好 谢谢王博雪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十一到十二个月 领宝宝的第一轮游戏活动呢 就结束了 那么在这轮游戏活动当中 究竟哪六位宝宝表现得比较出色 能够进入我们下一轮的决赛呢 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进入下一轮游戏的是 小项队三号 小项队六号 小鹿队二号 小鹿队三号 小鹿队五号 小鹿队六号 祝福你们 好 现在十一到十二月零宝宝的晋级游戏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游戏的规则依然是过障碍难度增加了 每一位宝宝呢 或爬或走 越过面前的障碍 来到爸爸这边 然后呢 再折返 表现出色的宝宝 也许就会获得我们的健康宝宝称号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小鹿队的五号 好偏了 你往哪去 小鹿队的二号 依然是走着过去了 小鹿队的三号 小鹿队的五号马上也要走过去了 小鹿队的五号开始转圈 小鹿队的六号也走过去了 你这偷耳了 一个障碍都没越过 小鹿队的二号马上就要完成折返了 又回去了 你能跑这边来了 妈妈在那边 小鹿队的五号开始拆我们的障碍物 现在我们五位小朋友在中间会合了 他们愉快地玩了起来 我们小鹿队的三号采取迂回战术 好 小鹿队的五号完成了我们的折返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爸爸在哪 爸爸在那 在指指 爸爸在哪 爸爸在哪 对 快去找爸爸 好 其实小鹿队的二号离折返就差那么一脚 但无论妈妈怎么喊 她还是决定在中间玩一会儿 特别是穿跟我一样衣服的 小朋友看着你好亲切 来我们交个朋友 我已经会直立行走了 你怎么还在爬呢 好 到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们看到了 面对我们设置的高高低低的障碍呢 不同的宝宝有不同的反应 那么宝宝们在这个游戏当中表现如何 这样的游戏怎样对宝宝进行训练的 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样解读的 好 有请贺斌 好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勇闯迷宫的游戏 比起之前的那个过障碍显然要简单一些 对 简单一些 那么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很少有宝宝能够坚持走到或者爬到爸爸的那个方位 是的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您观察的特别仔细 从亲子关系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宝宝在一周岁之内会确定他的依恋的对象 那么依恋对象呢是跟主要的抚养人建立 这个主要的抚养人有可能是爸爸 妈妈 有可能是爷爷奶奶 有可能是姥姥姥爷 也就是说 谁跟孩子日常接触的时间更久 孩子就更倾向于跟谁建立这种依恋关系 所以刚刚也看到了 显然 爸爸的吸引力是没有妈妈要强的 所以在加强亲子关系这边 我们的爸爸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爸爸的身份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错过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好好好 那希望王博士的这段话呢 也能给我们电视之前所有的家长 尤其是爸爸提一个醒 一定要多多陪伴 多多陪伴我们的宝宝快乐成长 好了那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10到12个月零宝宝的游戏活动呢 就全部结束了 在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游戏活动当中 究竟哪些宝宝能获得我们的健康宝宝称号 哪些宝宝又是我们的快乐宝贝呢 我们来看一下成绩 获得健康宝贝一号的是小鹿队五号 获得快乐宝贝一号的是小鹿队三号 祝贺你们 10到12个月月零段的宝贝 一共是24位 经过我们几轮游戏之后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了 我们为每一位宝宝都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获得10到11个月零段 我们健康宝贝称号的是西瓜队的一号 祝贺你 来 你那么有队 拿的那么棒 送给你这个 啊 送给你 对 送给你 那获得11到12个月月零段 健康宝贝称号的 是小鹿队的五号 瞧 人以类聚啊 鹿以群分 那么另外的两位宝贝呢 获得了我们快乐宝贝称号 祝贺你们 每一位宝贝呢都将获得 由爱心提供的 俘虏精灵大礼包 我们看到每一位宝贝在今天七桥版的节目现场都玩的特别的开心 亲子游戏就是通过宝贝和爸爸妈妈一起互动做游戏 使宝宝的身心都得到发展 那电视机前的小宝贝们 你们也想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七桥版健康宝宝大笔拼的现场吗 赶快报名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同一时间七桥版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笔拼 我们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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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娜娜à 娜娜娜娜娜娜娜